如果女友跟别的男人跑了,怎么办? 眼前这位平头哥就用手里的菜刀告诉他女友 一只红杏出墙来的后果 白天不懂黑的夜,袁宗陪你开始进 时间,2019年6月14日零点过 地点,四川省绵阳市 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花园路在市场发生凯沙事件 现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民警闪现赶到案发现场 在一个黑曲曲的巷子里 拔开围观群众 民警发现了两男一女共计三名被砍人员 其中女子被砍得最严重 全身上下共计十多处严重刀伤 致命刀伤则是在脑门上 颅骨破裂脑浆流了一地 随行医生当场就宣告女子已经死亡 现场还有两名男性伤者 其中一名男子已经被砍得失去意识 另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 则是神情恍惚的坐在一旁的石阶上 两名受伤的男子立刻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 民警对周边群众展开走访调查 然而 这里虽然是老旧美食街 不说是人山人海 那也是人来人往 从不冷场 却没有一个目击全过程的人 虽说没人看见过程 但大家伙都认识女死者 她叫冯月 是附近茶楼的老麻将客 茶楼老板回忆 冯月出世当天晚上一直在茶楼打麻将 从晚上六点打到凌晨十二点 直到有个男人专程来接 他才恋恋不舍的告别了麻友 周边群众告诉民警 来接他的男人与冯月感情甚好 如交死心 没想到刚离开茶楼 没几分钟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民警很快确认了 两名受伤男子的身份 被砍得不省人事的男子叫安徽 浑身是斜稳坐十阶的男子叫胡鹏 大家活口中那个来接冯月的 暖男症是这个安徽 办案民警通过调取监控 还原案发行过 2019年6月14日0点37分 贴心暖男安徽走在前面 爱打麻将的冯月 紧跟在后面 两人一前一后离开茶楼 不到一分钟 一名左手按着右侧衣服的 平头哥尾随而来 他的右腰处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民警一眼就认出 平头哥就是现在医院躺着的胡鹏 这个人的身高提毛 以及衣着 我们一看 就看出来了他就是这个腹痛 就是在医院急救的第二名伤症 0点39分 安徽冯月走到监控镜头下方的时候 安徽可能忘记买生活用品了 于是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冯月 叫冯月在这里等 安徽则远路返回 安徽刚从监控范围消失 平头哥胡鹏就从远处黑暗中 算了出来 这家伙走路不急不躁 丝毫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然而 当胡鹏行至画面中央时 他突然从裤裆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 指着近在咫尺的冯月 说了一句什么 冯月这才感到情况不妙 撒鸭子就要逃跑 但胡鹏已在五步之内 一个常年混起麻将桌的中年妇女 怎么可能从正直壮年的胡鹏手下逃走 只见胡鹏一手按住冯月 一手举起菜刀就呼呼的看 监控里明显可以看到胡鹏使了多打劲 这力道比屠夫还要恐怖 当场看似冯月之后 按常理应该溜了 但他却并没有 胡鹏提着菜刀藏在背后 迈着稳健的步伐 若无其事的往回走 正当安徽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 胡鹏突然发难 找着安徽的头部 抬手就是一刀 安徽反应过来以后 立马逃跑 很快 胡鹏就追上了安徽 把安徽按在地上门槛 安徽拼似反击 夺过胡鹏手里的菜刀 朝胡鹏身上看去 两个男人一把菜刀 二人杀红了眼 此时 一名路过的男子 恰好经过此地 男子猛地大声喝止 边喊边掏出手机拨打110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喊声 胡鹏和安徽暂停了厮杀 由于放心不下爱人冯月 安徽急忙跑过来 查看冯月的伤情 不一会儿 胡鹏捡起菜刀 晃晃悠悠地 往安徽和冯月这边走来 画面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 胡鹏已经浑身是血 疲惫不堪 胡鹏和安徽争执了一会儿过后 胡鹏对安徽发现了第二轮进攻 直到安徽被砍得不省人事 6月15日上午 在医院急救的安徽 总算脱离了危险 那这起恐怖的当街凯莎事件 到底因何而起呢 经民警调查 是个离异多年 带着一个十岁女儿的单身女人 冯月人长得哇塞 会穿衣爱打扮 性格开放 身边的追求者 可以说是从街头排到街尾 安徽就是其中成功者之一 民间情报局副局长张大妈 是这样评价她的 安徽方方面面与冯月相比 就恰恰相反 安徽可以算是个好男人 她在冯月经常光顾的茶楼附近租了一套房与冯月同居 安徽白天在外面拼命干工作 晚上就回家拼命干家务 所有打工收入全部上交冯月 安徽负责挣钱 冯月就负责花钱 成天浸泡在茶楼搓麻将 一搓就是一整天 2019年开年 安徽去新疆出差 冯月继续留在绵羊花钱 二人仅靠着微信维持情人关系 不甘寂寞的冯月 在茶楼里又认识了低歌师父胡鹏 二人你来我往 很快便确认了情人关系 胡鹏也是离异多年 见到貌昧如花的冯月 与自己情投意合 很快产生了与冯月 组成正经家庭的想法 然而一次偶然机会 胡鹏从民间情报局 得知了冯月原来有一个 远在新疆的男友 胡鹏并没有放弃 立刻拨打了安徽的电话 并告知安徽 冯月跟别的男人 有不正当关系 速回 听到这儿 安徽费都要气炸了 自己拼死拼活 把冯月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他却在家里找隔壁老王 于是2019年6月 安徽从新疆杀回绵阳 要跟冯月说拜拜 然而冯月却有话说 他极力否认自己 和胡鹏的关系 还警告胡鹏叫他不要污蔑他 而后便拉黑了胡鹏 冯月一边极力留住安徽 一边警告胡鹏不要胡来 要跟胡鹏一刀两断 冯月认为断绝男女关系 只需要轻轻按下删除键 就可以解决问题 没想到 胡鹏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自己对冯月 已经倾注了太多 你冯月说分手就分手 说删除就删除嘛 民间情报局副局长张大妈 也有看法 胡鹏觉得自己 才是正宗现任男友 而他安徽充其量 只能算是个前任 凭什么我要退出 胡鹏越想越挤 于是他决定 必须让这个女人吃点苦头 也就出现了 当街凯莎的血腥一幕 本来他只打算叫去冯月 没想到又碰到了安徽 看到二人你浓我浓 心里就来火 索性将情人情敌二人一同砍了 强扭的瓜不甜 强劫的昏不尽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本案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交给你们来说 晚安马克巴特 晚安元宝们